我就赶紧一个说的事 我说那我把工作交给给谁 我该怎么做 人又从这种 就是绝望中又看到希望的 这是在监狱服刑的父亲 为18岁身患白血病儿子 捐献造血干细胞的视频 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替着光头 身着球服 佩戴脚镣 手铐的男子 正从一辆球车上下来 为了方便行走 随行的特警同志 特意向他推来了一把轮椅 他坐在轮椅上 朝着前方走去 他是谁 犯了什么事 又为什么坐着轮椅呢 据了解 这个男子是一名 正在甘肃省兰州市 监狱服刑的犯人 名叫郭伟 此次来成都 是来救他的儿子 2017年4月26日 17岁的少年小华 刚从爷爷奶奶家回来 刚上到二楼的时候 左脚突然不听使唤了 片刻后 右脚也抬不起来了 突如其来的状况 吓得小华赶紧打电话给妈妈 而在家一直等待小华的妈妈 见他一直没回来 也不由地担心起来 一接到小华的电话 妈妈赶紧下来接小华 在妈妈的搀扶下 小华才一瘸一拐地回到自己家 此时小华的脸色已经十分苍白 妈妈还以为 小华只是因为没好好吃饭造成的滴血糖 于是赶忙给他端来饭 但小华只吃了几口 就说不舒服回屋里躺着了 妈妈也没有强迫他吃 认为他只是有点不舒服 估计休息会儿就好了 可到了第二天 妈妈见他没有像往常一样早起跑步 担心他还是难受 就到他屋里去 发现他还是躺在床上 脸色煞白 摸额头有点烧 于是赶紧扶他起来 打车到了附近的医院 医生在询问他的状况后 给他做了心电图 还做了血肠规检查 因为血肠规的检查报告下午才能出来 于是他们做完后就回家了 打算下午再来取报告 结果下午 他妈妈来取报告拿给当时问诊的医生看时 检查报告上所有的指标箭头都朝下 血小板数值仅有四个 这代表了病人体内有出血 随时有生命危险 于是 医生赶紧叫他把孩子带来医院 孩子的身体很不好 再晚的话 怕会有生命危险 小花妈妈在听到医生的话后 一刻不敢迟疑 迅速回家把小花带来医院 结果小花刚走到医院门口 就晕倒了 他被直接送进了急诊室 经过急诊医生的检查 确定小花应该是得了一种血液病 于是立马把他转到血液科 经血液科医生的检查 第一时间给他安排了骨髓穿刺 穿刺的结果显示 小花得的是急性髓系白血病 当医生把这个检查结果 告诉小花妈妈的时候 小花妈妈心头未知一阵 他不相信自己的儿子得了这种病 多次向医生询问是否检查无误 在得到医生的肯定回答后 他再也支撑不住 一下子跌坐在地上 哭了起来 医生已经见惯了这种场面 在简单地安慰了小花妈妈几句后 告诉他现在要做的不是难过 难过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而是应该想办法看怎么治疗 白血病虽然是一种很可怕的疾病 但也不代表没得救 前妻可以先进行化疗 如果效果好的化病情就能控制得住 如果化疗效果不好 就得进行骨髓移植 而骨髓移植有三种途径 一种是兄弟姐妹捐献造血干细胞进行移植 一种是在中华骨髓库寻找与之匹配的骨髓等待捐献 还有一种就是亲生父母捐献 我就赶紧一个说的是 我说那我把工作交给给谁 我该怎么做 人又从这种 就是绝望中 这是正在监狱服刑的父亲跨越千里救生 患重病的儿子的真实影响 因为小华是独生子 没有兄弟姐妹 所以想要进行骨髓移植手术 只能通过中华骨髓库查找匹配的骨髓 但茫茫人海 找到合适的捐献者哪有那么容易 所以 她妈妈一边等待中华骨髓库中 合适的骨髓捐赠者 一边让医院采集了自己的血液看是否匹配 遗憾的是她妈妈因为之前做过皮脏切除手术 所以不能作为捐献者 这个结果是小华妈妈难以承受的 随后医生建议不妨让小华的爸爸来试试 但听到爸爸一词 小华妈妈的脸色立马变了 有一丝尴尬 其中还夹杂着些许气氛 医生见她没说话 就不再追问了 那么 小华的爸爸到底在哪里呢 原来 小华也曾拥有一很幸福的家庭 但在小华刚出生不久 他的爸爸郭伟因为生意需要 去了甘肃兰州 在一次醉酒后 情绪一下失控 跟一起喝酒的朋友发生了矛盾 一气之下把对方捅死了 兰州法院最终判定 郭伟犯故意杀人罪 除以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缓刑期间 因其表现良好 急于减刑 由死刑改判为有期徒刑 十八年间 是小华妈妈含辛茹苦 把小华拉扯大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 小华也时常会问妈妈 我爸爸在哪 妈妈只能说 爸爸在国外工作呢 但小华每次都能在妈妈说 这话是看到 她眼里的悲伤 久而久之 也就不再追问 眼看着小华的病情 一天比一天严重 医生建议小华妈妈 赶紧拿主意 但中华骨髓库的捐赠者 久久等不到 而小华的妈妈 也不符合捐赠条件 无奈之下 她妈妈只能把全部的希望 寄托在了 正在服刑的郭伟身上 可想让在千里之外 服刑的郭伟 给儿子捐献骨髓 这难度可想而知 但眼前真的只有这个办法 总得试一试 于是小华妈妈 赶紧联系了 甘肃省监狱管理局 把自己儿子的情况 向他们说了下 恳请他们能想办法 救救生病的儿子 甘肃省监狱管理局 将这一情况 第一时间上报 给了上级领导部门 经领导商讨 最后同意先让郭伟做配型 于是 在兰州监狱和军区总医院的 双重配合下 对郭伟进行了体检 和配型取样 幸运的是 检查结果显示 郭伟身体很健康 而且也符合给 小华捐献的医治条件 这个消息 无疑令所有人都感到欣慰 小华妈妈也终于在此刻 感到一丝丝安慰 心想 她的儿子 这回终于有救了 虽然郭伟 与儿子的配型结果匹配 但要如何从甘肃 跨越千里 救助患病的小华呢 总得有一人 去到对方那里去 而身在重症监护室的小华 肯定是不能去甘肃的 而郭伟的特殊身份 也不太可能 从服刑的跨越千里 来到成都 于是这又成了 另一个难题 但爱子心切的小华妈妈 不能让一丁点希望破灭 于是她开始向 四川省监狱管理局求助 看是否能让郭伟 回到成都服刑 世界上所有的母亲 都是超人 为了自己的孩子 无所不能 这就是母爱 我就赶紧去跟她说的是 我说那我把工作 交给给谁 我该怎么做 人又从这种 就是绝望中 又看到希望的 视频中穿着球衣 正坐在轮椅上的男人 就是即将为患重病的儿子 捐献骨髓的郭伟 虽然他在别人眼中是一个罪人 但在这一刻 他只是一个患病孩子的父亲 在小华妈妈 向四川省监狱管理局求助后 局领导认为特殊的情况 应该特殊处理 于是 在跟甘肃省监狱管理局商量后 最终同意郭伟一间服刑 于是 2018年1月 在兰州监狱民警的押送下 郭伟终于回到了 阔别18年的家乡成都 在对郭伟的采访中 记者曾问他 此刻回到家乡是怎样的感受 郭伟之说了一句 他想见儿子 想救儿子 不管郭伟曾经犯了多大的错误 但此刻 他只是一位伟大的父亲 迫切地想救自己的儿子 哪怕是用自己的命来换 这句回答 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动容 在办理医间的这段时间里 医院也在忙着 做骨髓移植前的准备工作 待一切准备就绪 医生给郭伟注射了 移植前的第一针动员剂 三天后 骨髓移植手术正式开始 首先 医生对郭伟采集造血干细胞 只是单单采集造血干细胞工作 就花了将近四个小时 之后 采集完的干细胞 被松芒检验师做最后的处理 十分钟后 医生将这包带着 浓浓的父爱的 造血干细胞缓缓注入 小华的体内 所有人都在手术室外 祈祷着手术成功 他们坚信父爱和母爱的力量 一定能让小华战胜病魔 下午两点时 造血干细胞终于输送完毕 郭伟提出想见一下自己的儿子 因为这十八年来 自己都是通过妻子寄来的照片 看到儿子一点点的成长 这次 他想亲眼看看儿子 给儿子打打气 这样的请求任何人都拒绝不了 玉井特意拿了一件变装 给郭伟换上 同时将自己隐藏了起来 不让小华发现 郭伟坐在轮椅上 看着隔离舱内虚弱的儿子 心里很不适滋味 他开始后悔了 如果不是自己当时过于冲动 现在儿子也不会受这种罪 如果世上真有报应 应该报应在自己身上 而不是在无辜的儿子身上 但现实就是这样 没有人可以预料到未来发生的事 郭伟满眼擒着泪水 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儿子 鼓励他一定要加油 自己和妈妈都很爱他 他一定会康复的 而隔离舱内的儿子 对于这个父亲充满了陌生感 但也从医生口中知道 是他救了自己 所以心里也是非常感激他 至此缺席了18年的父爱 在此刻终于得到圆满 而离开医院 再回到监狱的郭伟 仿佛也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意义